澳門教區守穆里賓生主教 12月24日晚在主教座堂主持聖誕前夕 只夜彌撒 他在《港道》中指出 耶穌的降生給世人帶來謙信、平安、 剃造和平的根基這三份禮物 他認為天主赤允每一個人生命 都有他的尊嚴、特質 當我們接受、發揮各自的特質 並活出這份意義 就是活出這份謙信 他又提醒教友 魔鬼時常利用世人的貪念 引誘世人遠離善、遠離天主 因此 我們要行善、被惡 不要受自我主義的影響而變得驕傲 盡力做好應有的責任 主教有提到 耶穌帶平安來到這個世界 就是要我們改變自我 放下互相傷害的武器 他強調平安並非由愛在而來 應該從內心開始 在祈禱中與主共用 才能夠剃造和平 他表示 剃造和平的根基 就是慈愛、慈悲、人愛和寬恕 我們要為他人的善而行動 接受並明白各自的限制 學習並改善自己的不足 亦要與他人合作 活出耶穌的禮物